1号经过台中市府广场周边 会看到云林良品 风味苗栗 彰化优先 品味难投 竹风好事等中部期限式的 农特产品的摊位 还以为19到21号 才要在云林湖北高铁特定区登场的 中台湾年度农产联合行销盛会提扫举行 原来是主办的云林县考量 在台中造势 比较能够吸引目光 有这么好的农产品 在现场展示 希望大家能够勇于采购 可以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农民 让他们的收入能够提升 也能够增加 此外国际农机资财展 也同一时间举行 张立善县长呼吁农民或民众 可以就近前往邻近的场馆参观 掌握农机智慧化的潮流 天上会的地上爬的都有 他们都有补助 所以赶快在19号 21号这三天 希望我们全国农民赶快来看 你需要的赶快来定 明年度开春以后 补助款就可以申请 为了吸引民众到湖尾一次购足 主办单位安排 填问券换小礼物 打卡换摸彩券等活动 最好的奖品是GoGoro电动机车 有兴趣前往的民众 也可以预先上中台湾 农业行销展社会官网 了解细节 靖新闻综合报道